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昨天晚上呢 这个普大帝呢 会见了中国负责外事的这个王毅 然后呢 双方进行了会晤嘛 然后中间呢有那么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之前普京跟这个谁啊 跟法国总统马应龙 不 马克龙 没办法 昨天呢又长痔疮 刻骨铭心 点点马应龙 清清爽爽 说普京跟马克龙 他会见的这个这个圆桌子啊 之前跟马克龙的圆桌子会面是 这个桌子不是椭圆形的吗 然后普京坐的一角 然后马克龙坐的一角 然后呢 双方呢双方有隔阂嘛 但是跟王毅不是 是坐在两边 双方呢就比较近了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呢 普京想给王毅一个拥抱啊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亲切的 德国之声呢正好呢表现了这一点 表现了这一点啊 他这么说的说普京啊这么说的说今天的国际关系很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对稳定国际局势具有重要意义 王毅呢回应说成熟坚韧稳如泰山 中方与俄方一道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合作 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正当利益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 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复针对第三方 这是跟世界说的说我们不针对第三方 面对的就是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冲突嘛 然后呢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啊 这是警告美国的 更不受第三方胁迫啊 就是美国欧洲北约这类的 然后普京说呢说我们正在达到一个新的边疆啊 新的疆界 然后乌克兰问题王毅这边说呢需要谈判解决 然后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应该是扎哈罗娃吧 他这么说的说他赞赏中国的平衡立场啊 平衡立场就中立立场嘛 所以呢今天呢普京会见王毅这个事儿 大野猫是怎么解读呢 首先大野猫呢大野猫怎么解读呢 我这块呢要回答两个问题 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说俄罗斯为什么需要一个中立的中国 第二个呢是中国应不应该援助俄罗斯 或者与俄罗斯结盟 头一个呢说俄罗斯为什么需要一个中立的中国呢 那情况呢很简单 因为啊现在俄罗斯啊 他面对的他面对的西方 整个西方的挑战威胁 他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整个这个过程使得俄罗斯受到了整个西方的制裁 而这个制裁的严厉程度是历史上所有国家所经受的 他们他没有这么这么高这么高的程度了 也就是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都没有高过这一点 所以俄罗斯面临就是说俄罗斯可以说我通过仅仅保证我们能吃饱 或者仅仅保证通过我们的财政的一些做一些措施 然后呢勉强的度过危机或者暂时的度过危机 但是呢如果呢如果呢实现了全面制裁的话呢 情况就不好办了 这个全面的制裁可能是要么中国加入西方联盟 要么中国因为帮助俄罗斯同样受到制裁 那这样一来情况是什么呢 这样一来情况呢对俄罗斯来说呢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就非常非常不妙了 因为他很多东西他access不到了 他access不到 但这个对西方也不太好 因为西方你制裁中国你怎么找的 你制裁中国你怎么找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作为俄罗斯这块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始终就是说他这个问题是这个 他始终就是说中国这边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 始终可以开放的情况下呢 他可以源源不断的在这边与中国合作 他源源不断与中国合作 然后可以得到再从比等比代价上相对较小的这种技术啊 这种产品啊整个这种交流 也等于说什么呢 只要中国保持中立 俄罗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没有那什么 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没有用 然后呢 如果呢 假如说如果如果 然后俄罗斯在中国这一方呢 也不需要负太多的这种 就是说责任也好啊 负太多的这种代价也好 那假如比如说假如说中国加入到俄罗斯这个联盟 那你说对俄罗斯来说这叫什么玩意 这叫什么东西吗对不对 它不符合俄罗斯战略利益 俄罗斯战略利益我们之前说过 是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 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 俄罗斯要打出属于自己的天空 俄罗斯需要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这个势力范围 如果中国现在这个节路眼上 介入到俄罗斯战争当中 哪怕西方不制裁的话 那你说那那你说这个事 那这这这这事怎么办 俄罗斯要打出来打出来 跟西方的跟西方对抗 然后呢 即便俄罗斯乌克兰这仗打赢了 中国帮着打的 那俄罗斯成什么了 那俄罗斯成什么了 你说你中国这话怎么办 难道中国说我什么利益不要 然后我直接打烂了我帮你 这玩意不合理 国际关系没你这么玩的关键是 所以呢中国的保持中立 这方面是什么呢 一方面可以给俄罗斯提供源源不断的 他所需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啥呢 哪怕不提供武器 你不提供武器 你提供这些生活用品啊 或者是易货贸易啊 然后这些俄罗斯所需要的技术啊 我们可以单单个的 易货贸易啊 整个这个过程啊 他这边是有的 这边是开放的 然后西方呢 也呢 也不会因为这个去制裁中国 你在制裁中国 你现在成什么了 就你那经济 你经济不得塌了 他这么一回事 他整个过程是这么一回事 这样一下子呢 就可以化解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封锁 另外是什么呢 就是说俄罗斯可以单独的凭借自己的实力 打开自己的局面 以至于什么呢 他既然在他既在西方这边打开了局面 然后中国这边呢 也涉及不到了 就因为如果中国介入到了乌克兰这块的话 那俄罗斯想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可能会他付出更多的代价 比他在乌克兰的代价还要大 那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是受不了的 俄罗斯受不了 本来我想打开一个局面 你进来干嘛 你进来你进来 这怎么回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普京会见了王毅之后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支持中国的这个平衡战略 因为这个平衡战略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可以游刃有余的做他自己的事 另外呢 他可以得到相应的补给和相应的技术 就这边没开开 另外还有个东西啥呢 中国可以作为化石人 中国可以作为化石人 中国可以作为中立的这一方 然后呢 具有这种信誉的这一方 然后中国可以进行中间这种沟通 美国也可以找中国 俄罗斯也可以找中国 双方通过中国的这个对话平台 西方呢 俄罗斯与西方呢 还有一个联系 而且这个联系呢 是强有力的 这个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否则如果这些联系都没有了的话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那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可能是个长期的斗争 而这个长期的斗争 俄罗斯这个东西也是刻骨铭心的嘛 刻骨铭心的就是苏联这个事 对吧 就苏联嘛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俄罗斯想单独完成作业 然后呢 又同时呢 可以规避西方的制裁 另外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说 他可以达到 就是说一个化石人 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给他 给他对话的桥梁 也就是这些东西有了 俄罗斯才能所谓的打开局面 否则你这个情况 你这情况办成什么了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 中国是美国主要对手 然后跟俄罗斯绑定 然后以后这个仗打完了之后 俄罗斯要帮中国对付美国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自己也不干 自己好好想一想为什么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中国中立对俄罗斯 是利益最大化 这是头一个 第二点呢 是这个 中国为什么不跟俄罗斯结盟 中国为什么不帮助俄罗斯 或者跟俄罗斯结盟 或者提供所谓的致命武器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害怕西方的制裁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因为这里面是这个 就是说啥呢 中国如果加入美国的联盟 这里面有几个条件啊 就是中国如果加入美国的联盟 制裁俄罗斯 援助乌克兰 这个事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不会做 因为中国不傻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的主要对手 是中国 不是俄罗斯 哪怕俄罗斯跟乌克兰干起来 而且打得非常激烈 哪怕是这一点都没有改变中国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这个态势 也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因为乌克兰改变自己的进攻方向 他的进攻方向依旧是东亚 依旧是中国 而不是俄罗斯 哪怕他愿意把俄罗斯 伊朗和中国整合到一起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长远打算 但是在美国在战术上 他近期战术上 他没有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冲突 而改变自己主要的战略策略 这个大家要看到 这个大家要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加入到美国的联盟 中国要加入到美国联盟 中国是美国主要对手 这个不合逻辑啊 美国能给什么 短暂的关税豁免 短暂的芯片豁免 难道是这个 中国需要这个吗 这个是一时间的 这不能解决一世的问题 这不能解决一世的问题 一世的问题是中美之间这个矛盾难以调和呀 中美之间两国这个矛盾难以调和 主要的矛盾是文化上的矛盾 对整个世界的诉求啊 美国的诉求我们说了 大西洋主义 西方文明支配世界 那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反霸权啊 中国是反霸权 求发展啊 中国是求发展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和平共出五项原则呀 这是中国的东西 两国之间 两国之间 对整个世界的诉求 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产品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在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小环境下 中国帮助 中国帮助美国 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 他没有这个条件 关键没有这个条件 还有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俄罗斯失败了 自由派上台 或者这个 或者是亲美派上台 或者西方派上台 那你觉得对中国有好处吗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战术上的问题 所以中国在这块 是不能帮助美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那中国帮助俄罗斯 又是怎么样 我刚才说了 俄罗斯不愿意看到中国帮他 为什么 我刚才说了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 假如说中国帮着俄罗斯 打赢了乌克兰 那你说这个事 那你说这个事成什么了 那你说是不是俄罗斯 得帮着帮着中国打美国呀 或者帮着中国对抗美国 那成什么了 这是 这不是俄罗斯想看到的 俄罗斯想看到的是 中国和美国在对抗的同时 俄罗斯可以打开局面 这是俄罗斯想要的 这是他们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是说中国帮着俄罗斯 俄罗斯要帮着中国 跟这个没有关系 跟这个没有关系 另外一点 中国与世界的承诺 那天中国世界的承诺 无论是讨美席文也好 还是中国的安全战略也好 这两个东西中国说了 我们要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下 领土完整 保证主权 这个东西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中国对世界的道德标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中的第一条 就是保障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个东西 与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的战争 它根本不相符 俄罗斯把克里米亚掐了 把乌克兰东部这个四个地方 通过公投直接给拿过来 这个东西跟美国在科索沃 干这个事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中国一直以来都不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 和乌东四周的这个主权 关键就是在这块 如果中国在这个结构眼上 比如说承认顿涅斯克和卢格安斯克 先别说自己在台湾这个事 就比如说台湾这个事 领土完整 两个不是一回事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这个东西没了 这个东西就没了 而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关系到中国的战略 中国的战略是一个大局 而不是拘泥于这个小的细节上 拘泥于这个小的细节上 如果拘泥于一个小的细节上 比如说现在中国援助俄罗斯 帮助俄罗斯把乌克兰干了 这个情况下会不会 那乌克兰马上会投降 我可以告诉你 西方马上会投降 但是中国这个所谓的保障全球 保障这个领土完整 这个这个形象就没了 其实说句宝听的话 这跟小人似的 这个这整个就没了 然后打完了之后 我们刚才说了 美国想打造这个所谓的 俄罗斯中国伊朗这个东西 本来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 可能会变成现实 可能会变成现实 那这样一来 很有可能就是说 整合欧亚非大陆这个事 就解决不了 你这你这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后我们回到之前的 所谓的冷战格局 那这个情况下 符合美国的利益 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虽然中国可能会 虽然得到俄罗斯 或者得到伊朗 但是这整个的过程 它不符合中国的广泛的利益 不符合中国对全世界的承诺 也不符合对中国 对全世界的战略 啥意思 咱这么说 中国跟俄罗斯结盟 中国跟俄罗斯所谓的这个合作 中国跟俄罗斯所谓的援助乌克兰 援助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个事 格局小了 中国跟俄罗斯结盟 格局小了 关键就在这儿呢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需要一个俄罗斯打败乌克兰的世界吗 不是的 中国需要的世界是世界多极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对共同威胁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啊 这是中国想打造的 为什么是多极化 多极化是多个选择 多个方案 然后第三世界有不同的选择 而不是被一种体制所垄断吗 不是一言堂吗 有了多个选择就有竞争 有竞争之后 整个的人类文明会达到一个新的台阶吗 这个东西是主要的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跟地理没有多大的关系 跟地理没有多大的关系 它主要形成在思想文化和对世界的展望上 比如说我们说了发展是什么 发展是超越种族和民族的 是每一个普通人 是每一个国家 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诉求 这个是站在是站在历史的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边 美国的大西洋主义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大西洋主义 它是在唯新主义的思想下 具有宗教色彩的阶层式体系 它关系到的是概念 与这个与这个概念的一种 一种忠诚度或者devotion 这个忠诚度 它体现的不是体现的不是说 我能不能富裕 我能不能得到什么 我能不能实现自我的升华 或者自我的发展 它是对整个体系的一种一种分再分配 而这个再分配 它所形成的形成的阶层 使得整个体系当中是不公平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体系当中 你所达到的是 仅仅是被include 仅仅是被这个体系所接纳 但是你在体系中有不同的分工 而美国对于你的利益 对于你的发展 他不在意 他只在意你属不属于这个体系 这就是西方的目的 这就是大西洋主义的目的 但是发展超越种族 发展超越民族 什么意思 因为发展和共同富裕 它是具有广义性和包容性的 它不是一个像大西洋主义 框起来 一个一种一种狭义的概念 不是你对我 不是我们对你们 而是我们共同 我们整个 我们全部 we are the whole we are the whole 我们是所有的 这个是这个是关键 广义性和包容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 人类文明进步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在发展富裕和繁荣 而这个 而它的基础是生产力的提升 这个是关键 是生产力的提升 美国所谓的大西洋主义 其实是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对立面 也就是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为敌 那这个是整个这个格局 它比所谓的俄多斯跟乌克兰这点事 两个根本就不在一个台阶上 两个根本都不在一个dimension上 一个等级上 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反对大西洋主义 不是因为地理 中国反对大西洋主义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随着人类的发展 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顺应了历史的诉求 而美国所搞的这种小圈子 美国所搞的这种拉帮结派 拉一派打一派 它是与历史在作对 任何与历史在作对的行为 终将失败 那这个就是中国的格局 它与俄罗斯打开局面的这个格局 和美国拉一派打一派这个格局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别忘了 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